大家好 又是《向左網》節目時間 我想大家都會留意到 這個禮拜很多關於社會矛盾的消息 或者一些新聞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連尾 很多問題都趁連尾要爆出來 無論你愛說 剛剛今天我們錄音時知道 就是本港最大首富 疑似想控告某位宗教人士毀謀 又或者我們之前說到 另一位富豪 他的兒子借土生子 生了三個小孩 而引起所謂未婚產子的風波 然後大家都會留意到 某間大型連鎖飲食集團 無論是在家樓下 甚至是在你讀大眾院校 都會有分店的一間飲食聯鎖店 他的老闆 透過一些掩眼法 即是名為家人工 實際上扣人工 而造成的民憤 又加上大家都會留意到 就是之前大家都會看到 社會上關於一些仇富的 一些看法 當然其實向左望 然後可能在這集或之後 都會就著這些現象 做了一些初步分析 但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仇富的問題 或者仇富的現象 剛剛教授之前 其實都有一些公開的講座 都有講到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 我們會說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想任何現象出現 不是單是這幾年 或者短短這五六年之間出現 而是其實可以說是很多年 積在以來的一些深層矛盾 或者今天我們集中講一些關於 就是就是 就是 比如說 大家都有留意到就是 就是很多的上市集團 其實透過一些 就是 減少這個工資 或者增加工事 或者透過很多方法 令到員工工作量大增 但是他的工資沒有因爲他們工作的辛勞 而有所提升之餘 反而薪水是少了 剛剛我知道其實長毛之前 去過大家樂 就是表現一些不滿意 其實可不可以說一說 其實都是第二次 第一次就是 剛剛 應該是七月尾八月頭 我就去過大家樂 就是當時大家樂的 就是 就是 老闆 陳如光 就 就是 用十九元一個鐘來請人 他那間工作低到這樣 就是某些工作崗位 就被委任為最低工資的委員會 就是 這個委員會做什麼呢 就是 定下多少錢應該是 就是現在的最低工資 他定了之後交給特首 特首就拍板 就是到底接不接受 很明顯 如果你十九元請人 都會做出來的 還有 如果最低工資 假設是33元的話 他們要刑警 或者更加說 不是33元 就算是30元都刑警 這樣的人出口 你還叫他做最低工資委員會 其中一個委員 我覺得很離譜 那就去吧 剛剛你剛才說過 找了大家樂的主席 你作為做最低工資檢討委員會 其中一個成員 當然其實發現到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政府為了要制定一些負責熱情政策 很多時都會透過一些諮詢委員會 希望透過諮詢委員會 一直都這樣做 他現在最流行做的是 他知道很多議員 或者政黨 政團都希望成功爭取 所以他對於一些 有些議題 社會大眾都認為應該做 如果他用立法也好 政策也好 他會先給一張空白支票 他會說 如果你不要妨礙 這件事是好的 你快手通過之後 然後我再減少一些細節 令到大家 令到很多人 買了雷環債券 即是結構性金融產品 而監管不到的所謂 政券大法 又是這樣的 在2001年的時候 又是通過了阿朗 接著他塞進去 最低工資也是這樣的 很多政策 都是用這個方法通過了 為甚麼呢 民建聯又可以說成功爭取 工聯網是成功爭取 民主黨是成功爭取 大家很希望有這樣的事情 即是抽稅 大家都希望有些成績 政府說我給你成績 大家不敢再打扮沙盆民道督 因為政府會說 如果這樣問便延遲了 即是改革 其實很簡單 強積金都是這樣 當日港英政府 其實那個方案不是強積金 即是港英政府 在立法會裏面的 不同的政治團體或政黨 很需要有些成績 因為政府就說 立法會不是做事 當然這個是說謊 因為我們根本做不到事 所以他現在就說 如果你想做到事 我拿一塊 就是 拿一塊東西上來 你通過了就不行了 其他的細節由我做 細節就是在細節那裏 很多時候發覺到 為何政府推人很多政策 但為何其實很多漏洞百出 剛才長毛的解釋 可能都給大家一些成績 即是說 政府這個舊東西出來 然後就說 得已舊的 或是你那一塊屎 那裏甚麼都好 如果你連屎都不要 沒有的了 然後那些政黨就沒辦法 於是就說 好啦 大部分都是這樣 然後就說 OK不要緊 我不會要你拿屎 那些屎怎樣做 由我政府搞定 那你呢 領工就可以了 那可能大家都會發現到 就是為何很多的一些社會問題 無論是勞工問題 教育問題 社會福利問題 問題 永遠都是 就算通過了法例 或是通過了政策 仍然都有這麼多的弊 這個就是政府很成功地 勸掩 立法會是 那些人是不懂事的 做不到事的 他是說的 所以如果你說的時候 你就說完之後 有投票 其他事情由我做 那當然是 這個其實這樣的說法 是令到立法會很多議員 自己都催了臉 就是這樣 我們最主要就是有個 好像有些事情做 就是我們有些世藝搞一下 有些成果就可以了 其實現在高鐵都一樣 通過了大朗 又不可以政府做 很多都是這樣 就是領匯 所謂說買了資產 政府沒有解釋到 原來是這麼痛苦 人覺得買了資產有什麼問題 所以其實 在這個問題上面 值得檢討的就是 大家急於求成 急於求公 就算政改也是 民主黨想要 又不想淘 共產黨和你去那裡玩 玩到最後 叫你自己提出一個方案出來 這是空框框的方案 現在民主黨又說 哎呀你這樣玩我 現在要何俊仁出來押陣 民主黨的人罵政府背信棄義 何俊仁出來說 不是 他沒有背信棄義 當日的事情 是今日政府兌現了 譬如說 提名人數多少的問題 競選經費 又次引起競選經費的問題 其實政府沒有錯 當日是談到那裡為止 你可以看到 民主黨當日和人談什麼 他說談了很多細節 他不告訴我 現在人家就拿些細節出來 現在曹水仁被迫說 他談了一些事情 其實就是 跟這些事情差不多 其實只有細節 有談過 這件事其實都很嚇人 就是你談所謂細節 但那些細節竟然 其實 就算你說談了 但有沒有站在我們立場去談 最好笑的就是明報這張報紙 連續出了兩個社論 應該是你才知道 那些人寫的 第一個就是 當日破兵的大志 特區政府背信棄宜 玩民主黨 其實很簡單 特區政府哪有資格玩民主黨 當然是共產黨拍板 整套都是共產黨拍板 好了 你明報就是混淆視線 你說中央有誠意 是中共有誠意 特區政府玩東西 即是說 現在當日哄民主黨重量的人 就是特區政府 現在特區政府 反後多餘 根本上分析是錯的 甚麼關係 很簡單 現在中共當你包是甚麼人 當民主黨和給票的人 就當是避免 用完便扔 你會否珍惜避免 各位大哥 你不會珍惜它 不會用完再用避免 即是你還用完便扔 現在是整套的 而民主黨有甚麼好說 我真的看不明白 現在民主黨已經很清楚 這樣說 任何的事 都不可以跟特區政府全面反面 這個很清楚 他只這樣說 群眾運動 他不會搞 是吧 五區公投這樣的抗爭又不會搞 那還有甚麼搞 就好像昌文江那樣說 用骨牌推林去靜坐遊行 你別很心軌 昌文江搞定自己那個 教協先 他現在搞不搞定 那個教育遊行行行不行 教協說 反對縮班 要求小班教育 好像不知他舉行了未 我不知道他行不行 這一點 可能之後再說 但如果剛才說幾個資深的民主黨議員 他們基本上在整個談判過程裏面 講到其實已經引辱負重 然後現在已經被人騙了 被人騙了 還在扮可憐 然後就說很慘 其實我都被人買了豬仔 我深信從了這麼久的人 去到最後被人買了豬仔的文訊 這次是其一 第二件事 其實如果有體控 向了一萬這麼久的觀眾 我們都已經不斷去強調 其實為何不可以一邊談判 一邊參與公投 或者其實利用香港民意 或者利用有參與 五居公投的民意 向中共討教華街 希望拿到最大利益 而不是拿到現在這一塊不知所謂的 又說被人騙了 又扮可憐 結果就在那裡被人覺得 你究竟是內外不是人 我認為民主黨當然有它的盤算 在未來的超級區議員那裡 希望爭取一個 他們能夠拿到更多席位的制度 不用說 但共產黨應該先聽你說 已經過了一堆神 你突然不給他票嗎 明天再宣佈新的2012競選方法 你不給票嗎 你夠不夠膽嗎 所以其實民主黨就是 第一個 我想它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首先戰略部署當天 就是不想再投反對票 因為它自己覺得再投反對票 它站不住腳 它對選民沒有交代 爭取了這些反對 現在又跟別人說 你善我其實有少許多 其實在這個共產黨來說 首先又解決了一個所謂的死亡問題 即是說是一個死亡 解決了之後什麼都很淡 老實說 當天解決死亡的時候 就是民主黨那幾票重要 解決完之後就是其他人 因為你幫他解決死亡 所以要你投票就可以 所以所謂的五個超級議席 其實有一線相跌 第一個就是它會搞到 將來的超級區議員 是越大越好 因為搞越大越好的時候 你競選難 如果他贏了之後 它就會產生了一些 所謂的超級區議員 就會反制泛民主派 自稱的民意認受性 因為它是用一個特權 做一個大選區 對 然後也為了未來的特首候選人 或者是未來特首的造王者 提供一個超級大平台 去取得政治的認受性和支援 當然剛剛這個禮拜 政府才慢慢放風 講到關於區議會方案 或者超級區議會方案 當然其實希望將來有時間 我們都會透過相關的發展 再和大家談 但如果你說透過現在 我認知就是用全港做一個大選區 然後基本上就有提名門檻 提名門檻的要求其實就是15個 聽說我老字話是15個 15個區議員 當然其實細節未知 就不可以進入一步討論 但如果我們就這樣想 就是用全港做一個大選區 然後用區議員的身份去選 大家想一想 就是會不會對一些 其實已經早已值根肯區議會的政黨 是非常之有利 因為他們基本上 沒有人在人力物力資源 甚至地區分合方面已經佔盡優勢 甚至有人會說 會不會這個超級區議會 其實會不會是為民建聯 或者工聯會為首的這群勢力 度生訂造 那陳某怎麼看 當然現在整個制度 現在還未成形 在爭促著 如果根據現在保皇黨 我們提出來的制度 當然是有利 第一就是 單一選區名單制 如果要收穩的錢很多 很難去競逐 他會得到一些優勢 很清楚 第二個就是 看起來 泛民主派要得到提名權 有多少難 對民主黨才能解決 公民黨可能都要經過一番的部署 和爭取才能得到十五席 因為根據以往一些 我想 台灣現在區議會的政黨分布 基本上就是 如果我沒有記住 好像 噴親北京陣營那邊 基本上都已經至近七成 你說泛民或者住不住 他又有些 他又有些 區議會他覺得說詞就是這樣 因為他不是用上屆有機所 可以用下屆 只是2011年 他們以為你努力 這個亦都是 他這樣說 你很難駁他 因為你現在可以去選區 是一個原法 是的 問題就是 要檢討的就是 泛民主派為何 在區議會選舉中的成績 那麼差 這個當然要檢討 第二個就是 現在這樣做的時候 令到 泛民主派的凝聚力 是消散了 建立一個陣營的機會 比較小 這裏 剛才你說到 就是當然其實 我知道現在 區議會選舉張志 那麼 我都開始見到 我那區的區議員 開始做事 譬如說 最近大學維修 他都積極聯結街坊 關注大學維修 要注意的問題 又或者 搞清明河上圖 就是 團去展覽 或者甚至 現在搞什麼 四川震災 電影欣賞會等等 都開始做事 那麼 當然 其實最大問題 就是 有一些 區議會 因為它是一個 好小選區 可能是幾條街間的 國際選區 譬如說 可能我區的情況 就是 基本上沒有其他 可能沒有其他競爭對手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這些 其實可能已經 跟建制派 有物質關係的區議員 他已經自動當選 此其一 第二件事 就是說 譬如說 我當泛民 要找一個人 空降到某些區 其實真的很難 因為其實 區議會本身 整個選區 其實真的很地區性 地區道就是 其實 它只是一個 服務提供者 大家認得 你因為 你 搞團 你搞宴 或者你搞 這個 免費照相 免費 政見商服務 會升職你 如果不是 一直搞這些服務 或者沒有那麼多資源 我想以泛民本身的財力 其實 比較難堪依 當然 任何競選運動 最最後第一個 就是講你的政綱 和你的讀元能力 第二 就是跟他相關的 就是你如何顯示能力的時候 就要用錢 現在民主黨可能有些錢 因為 他自從跟北京勾搭之後 那些有錢的態度好 大家都知道 他以前是在國際大酒樓 就是 這個 尼敦道有一間的社團 擺宴會 就是 每個人都去的 那些菜很粗 現在他去了 樓暖和那間 溫 好似 很富貴 亦都看到捐款 就有突破 換言之 這個民主黨已經是轉型去 向這個 商界和 保守派裏面一些 擁有支援的選票 當然 其實大家都看到 就是 某些政黨 為了要生存 他要轉變他的立場 或者可能 甚至 以今天的我 打倒在的我 這一個 大家都覺得很可惜 但是很大程度上 我們會說 如果 我認識一些 民主黨的支持者 那種失望 或者那種 很落幕的 心態 都 透過看回 無論你說 由五居公投 到現在 甚至大家看到 其實 到年尾 那麼多社會矛盾出現 但是你見到民主黨 好像沒有太大反應 或者其實 好像 盡量 避得就避 沒有主動 去 透過他自己 有的平台 去表達自己的看法 可能大家都明白到 發生什麼 即某些政黨 究竟他是否轉太大 大家都明白發生什麼事 這個其實 我講很多次 民主黨以後走的路 就是無險可守 因為 如果你在政制問題上 那麼大的讓步 等於勾答的時候 你在其他問題 你只要看他背書 果然不出所謂 現在在政制問題上 何主任是否出來看他背書 他自己的黨 李永達、張文剛 是鬼殺那麼吵 他都出來跟他背書 即是說 不是 當日都是這樣談 所以 他根本沒有本錢 去再跟特區政府 去反面 或者抗爭 所以他要局限了 就是 在別人的遊戲規則裏面 爭取改一點點東西 他繼續在整個 政制改革 那些改動的基礎上 用以前的方法去取選票 其實整個政黨 轉型成為一個 靠選舉 去取席位的選票 他就說 要執政 劉慧卿和 梁漢俊都說過 我真是好笑 那怎樣執政 到底執政的意義是什麼 在行政委員會裡面多數 那怎樣會做到呢 不是 我只是想在立法會做多數 去監察這個 特區政府 那這樣就改錯名了 是不是 你怎樣會 這個奪權 怎樣會成為 即是落到政權的政黨 你只不過 在這個制度裡面 你依附這個制度 其實完全 剛剛聽完就說 咦 你又說 你要執政 你要監察政府 但你由以往 到現在 基本上就是 依賴這個政府 而且它離得越來越遠 因為 如果這樣久的話 功能團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意思就是說 生資的工人團體通常有利於保護黨 即是說民主黨想通過這個 想通過支持這個政制方案 去換取一個 由小變多 以多取勝的 局面根本不會存在 五席裡面 最少有三席是保護黨 是 所以如果你說 他自己的盤算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作為民主黨高層 你不理解現在他地區 或者他自己的勢力 有多少的籌碼或盤算 真的可以在這個談判之中 拿到一些實質具體利益 還是其實只不過 以為自己很行 但實際上 你看民主黨的票員 他們現在沾沾自起 因為他們是用廣大的民調去做基礎 他就多支持的人多了 這個很簡單 一些原本保守的人 就給他票 即是他那個費用是誰呢 就是在保守派 在這個保皇黨裏面一些保守的人 又或者 如果根據這樣說 即是說其實原本在保皇黨裏面 或者保守派裏面 可能比較中產些些 或者比較 學歷高少數的人 可能他開始會比較同情民主黨 所以可能他覺得在這裏 所以他到投票的時候就會回頭 現在做民調他就給你 做到這個投票的時候 那些政黨就會召票 召回那些人離開 現在他給你負責你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靠民調去推算自己受歡迎程度 而沒有自己一個方法 或者沒有自己的 即是等於我講到台灣 基本上每個政黨 譬如說無論是民進黨或者國民黨 他有自己的一個機制 去到較為接近現實地去理解自己的那個 即是票員或者甚至自己的那個實力去到哪裏 而不是單靠民意調查 透過你拿一千人 然後決定你的黨究竟條路怎麼走 即是我不是說 民調不是沒有作用的 是 看你問什麼 你坦白說Exit Pro和民調 通常有關連未必一樣 其實在現在來說 民主黨想走向這個 一個所謂的溫和路線 和中間的路線 他覺得很過癮 現在拿得多票 其實有一個問題 中間和溫和的路線 一到選舉時便分票 即是民建聯邀請票 公民多邀請票 所以我想這裏 超級區議會這部份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因為我本身有另一個節目要做 所以以下時間交給長毛 下星期再見 好 你先走 好 謝謝 我首先解答一位讀者的來信 因為我呼籲大家寫信給我 今天吳先生便沒有寫上來 這封來信應該是由一位叫做Louise的人寫上來的 他就這樣說 從南韓G20封會看韓國和國際 這個國際就是包括法國、希臘、德國、英國、日本、美國及北歐 這些是左翼工會和團體的示威抗爭和自發性加工會領導群眾運動 這些就是他所說的反全球化的示威抗爭 以及南韓震報警察迷動機器的力度 再看看香港太過自發性的示威 南韓G20封會工會 這些工會包括南韓和國際的左翼工會 其中以韓國人及韓國農民為主族 也有法國、希臘、德國、英國、日本、美國及北歐等國民 及團體的示威抗爭運動及反抗全球化 他們是否已經和南韓震報警察或國際震報警察進行運動 即是理念營 對打使用自衛反抗震報警察的更進一步行動 衝突、抗爭及格鬥的極為豐富的經驗及拍攝 這就是指民間拍攝的位置 雖然他們示威抗爭的目標 當然絕對不是針對南韓震報警察或國際震報警察 示威抗爭目標的背後是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大官僚及野蠻專制主義集團 先不說G8或G20的示威抗爭及群眾運動 更大規模是否也好 雖然香港的警察是完全濫獄武力或暴力打壓 及拘捕我們香港的和平示威抗爭 和和平表達任何意見的群眾運動 以及警權無限大人權被出賣 但其實南韓震報警察及國際震報警察的鎮壓 出催淚彈及水炮 驅逐示威者及拘捕 示威抗爭及群眾運動的力度 是否遠超過香港警察呢? 另外長毛是否出版本 好像長毛絡寫真差不多的書 講韓國及國際工會或左翼工會和團體抗爭 以及示威性自發性加工會領導的群眾運動的組織 背後理念及原則 他還說以及香港的和平抗爭 是否不可以經常太過自發性? 其實講群眾自發性 香港的群眾運動真的比較自發性 原因是香港的群眾參加團體 參加組織的參與度非常低 所以萬變不離其中 如果你要去組織任何事情的時候 那你的對象有沒有已經事先 在你動員之前 已經組織在某些團體裏面 或者在一些民間的渠道及網絡那裏 就決定動員有沒有行 我今天打電話出去給A軍 A軍原來已經是公聯會的公會領事 或者公盟 公聯會就不實際了 他就可以在公盟的地方去宣傳這件事 如果我們是有一些現成的宣傳品 比如傳單、小冊子、其他的 例如YouTube 或者其他表達意見的渠道 當然他是事半而公培 因為他的氛圍裏面的人 一早已經組織好 一傳十、十前敗比較容易 和現在我們慣常用的就是 就是透過傳媒去影響不同國內的人 是比較難的 其實你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 或者我們現在每年七月一海遊行 或者六四的集會和遊行 之所以遊行之後其實已經有種習慣 這種習慣是令到我們要參加的群眾 是已經知道那天一定會有事發生和去 這個是和在平常時期 即不是好像七一、六四 這些時期的群眾更是不同的 舉個例子這樣說 這個皇后碼頭的保衛戰 以至到蔡元村 以至到高鐵的墓 爭取高鐵是不興建 以至到要重新規劃的群眾運動 是非常之辛苦的 固然有一些由因應過去的抗爭 而建立中的網絡可以用 或者一些小的社群 或者網上可以用 但實際上你要做到一個 好像外國這樣 大部分的群眾都會 不是參加這個團體 而是參加那個團體 而透過這些現有的團體去組織 是兩回事的 所以香港的群眾的自發性就在於這樣 而自發性的運動當然是快來快去 因為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 第一就是這次示威具體的目標是甚麼 或者這次示威是否要爭取更加長遠 更加基本的目標的其中一部分 他是沒有想的 所以在行動的時候 一般只是響應大會號召 而沒有辦法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大會不號召他做 他就會散開 或者大會的號召也都由於這樣 不知道會否得到響應 這是一個死竭 跟外國的群眾運動比 這是香港的明顯弱點 其實香港搞示威遊行是比較容易 因為香港是一個非常集約的城市 你由天水圍去到中環 或者是示威經常去的地方 其實都是一個多小時 非常方便 和你在外國搞一次示威 好像南韓那樣 如果你在漢城搞 那你在其他城市的人要來 其實都是相當危 所以整個問題就是香港的群眾運動的自發性 其實有一個基礎 第一就是我們城市高度集中 而我們的資訊網絡都非常發達 無論是網上或大眾的傳媒 所以如果有一個議題 是大家有興趣煲熱了 亦都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團體號召 而這個訊息本身是有幸的 就是傳媒會賣它 或者那班人有錢去賣廣告 那時候當然群眾參與的數量是比較大的 但如果你認為靠網上自己去發 就是搞一個示威遊行 基本上是不可想像的 其實在2003年 我們在七一大遊行 即是第一次七一大遊行 有超過五十萬遊行之後 很多網民跟我說 以後搞示威遊行集會 就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動員一個網 我早已指出 網只不過是一個令到訊息傳遞更加快 以及能夠令到上網的人 定期獲得訊息的地方 而不是起著一個作用 它可以代替以前傳統的宣傳組織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當一件事件不是很熱的時候 你要在網上做大量的宣傳 雖然網上比較容易 但亦比較困難 第二個就是如果做動員和組織工作的時候 你沒有公信力的人 譬如你現在在網上看到 長毛明天叫大家去示威 你信不信呢 你未必信 除非你看看香港報告 或賣電報 或上ISD網站 你看到你還可能信 但其他你未必信 所以如果這不是一個 已經大家很關心的議題 是全社會都有了一個取向 而又有一些有公信力的人 出來組織群眾運動的話 你單靠網上動員 基本上是不行的 其實我都經歷過很多事情 很多網民說發動千人遊行 去到就只有幾十人 或者是小貓三、四隻 我這個不是太小網民 但大家必須承認的是 網作為一個新的媒介 只可以令到我們過去做的事 有新的方式或者效率是大些 但長期的理論上的探討 你長期是用一個比較紮實和持久的理論 經得起這個分析 用得來分析到的理論 去建立一個思想的運動群 和理論上的運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能不能夠 這樣的理論 收入民心就是說 與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或者政治的權力分配 或者資源分配 能夠扔起來 即是你能不能夠長期 在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裏面 你都能夠抽絲剝繭 深入淺出 解釋到這些複雜的現象 其實背後是有它一定的邏輯 而這些現象是有原因的 是基於不同的利益的集團 大家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的集團 之間的抗爭 這個關係亦是不公平的 就是有很多壟斷性的大財團 其實在政治角力利益的互相爭奪 是佔著這個主導的地方 尤其是我們在一個政制下 這個獨裁政制下 我們更加吃虧 如果你能夠長期做一個宣傳工作的時候 你就會令到很多人會信你說那些話 只有這樣你才能夠搞到這個活動 而積累不同的組群 在日常的鬥爭裏面 會成一個平台 不論在資訊的流通或者動員裏面 這樣才會在一個大的議題上 在一個政府很明顯是錯的議題上 或者是群眾覺得必須要反抗議題上 發揮那種動員的作用 在這個時候就等於你去網語 一收就收了回來 但是香港在這方面 工會運動力量比較弱 中文只有11萬人 而工研會有幾十萬人 大部份是吃喝玩樂 而工研會亦沒有說 就是講過正話那種 就是不論在這個理論的教育 在這個日常的宣傳 以至到是動員那裡做事的 這個工研會的動員 亦都看見底 就是群眾只能做一件最簡單的事 就是你叫我投票便投票 你叫我去撐政 便撐政 這個增長其實是不會有一個有機的增長 即是不會我們看到隨著群眾的意識發展 而加強了動員的能力 組織的能力 而建構到一個能夠改變到社會不公義 而不合理的現象的運動 這個基本的弱點跟國際的公運比 當然是暫時我們非常留 但大家要明白所謂國際公運 G8、G2000都是各地的人約一天 即是說等於我們七一去示威一樣 跟他們本國的抗爭 其實有關聯也未必有關聯 舉個例子 法國有三百多萬人示威 法國的人去參加G20的峰會反抗鬥爭 其實問題就在於如果他在那裏做些事 在法國反對法國總統Sakouzi 那個提前退休的計劃 或者那些教育改革的計劃 為何會不成功呢 所以我們看整個國際的舞台 即是G8、G2000 其實要反過來看 這些在G8、G2000的舞台裏面 有份量似乎是舉足輕重的力量 回到自己本土的時候 能不能夠發光發熱 即是說其實是間歇性 又是好像我們七一六四 去到一個大家都認為要表達意見的日子裡 進行一個團結性表態抗爭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是要留在由港大 一般來說自發群眾的運動一定是由自發開始 因為群眾是因為他感性的經驗和日常的經驗 以至到他實際上利益受到損害才能抗爭 所以群眾起始是自發階段 而怎樣令自發階段 去到一個自覺階段 一個有組織階段 這就是政黨或正事運動應該做的事 我想在下一次如果有機會 我可以再跟大家解釋 不同的政黨或不同的群眾組織形式 我想在下星期大家再見 拜拜